欢迎大家来到韩寒说影视 在这里将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精彩 小编文笔不好 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还希望各位小组看后多多指教 大家还记得前一段时间播出的新泡沫之前吗 小编比较喜欢秦俊杰 大家喜欢哪一位演员呢 这部电视剧讲述的是夏以默和两位男生坎坷的爱情之路 剧中夏以默的扮演者是张雪莹 她是一位地道的南方姑娘 出生在浙江英雾 小时候陪着演员的姐姐去片场玩耍 就被永乐英雄儿女剧组看上 出演了一个小角色 从此踏上演艺录 2015年6月18日在拍摄电影《追求过程》 中剧组为张雪莹举办了成人礼 2016年7月17日下午 张雪莹在微博晒出中央戏剧学院录取通知书 还附上自己身穿红裙 手拿通知书 在学校门前的照片 有细心网友指出该录取通知书 上标号为B001 证明张雪莹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其实这一部新版的泡沫之下 在港式开播的时候还是引起很大的反响的 也是有一些热议的话题遭到大家讨论 该剧讲述了眼下末 欧晨 诺希等几位年轻人纠葛的爱恋故事 梦想与现实沉浮相互交织 纯美爱情与励志成长并重 编织着一个探索爱与梦的终极人生物语 大家在看到这部电视后 迎来了很多的好评 大家都觉得这一部要比老板的泡沫之下好看多的 演员的颜值也是比原来的演员高了很多 网友纷纷表示这一部新泡沫之下 是最贴近原作的选角了 张雪莹的颜值和演技是大家都认可的 大家还记得旧版的泡沫之下吗 主演是何润东 黄晓明 大S等人联手演出的 这些人在出演泡沫之下的时候 一直被广大网友吐槽 说这些演员的真容年龄是比较大的 根本就没有一点梦幻的感觉 一点都不好看 但是在新版的泡沫之下 里有这样的一个片段瞬间俘虏了很多的少女心 是秦俊杰亲自给张雪莹绑头发的一个动作 秦俊杰拿出一个绿色的发带作为礼物送给张雪莹 并且主动给她戴上 很多的网友看到后真的是太甜了 这样的爱情让众人羡慕不已 但是这个时候 也有网友在调侃秦俊杰 试问秦俊杰 你在现实中也这样 对待过自己的女友杨子吗 小编觉得秦俊杰是一位暖男 在现实生活中对杨子的好 应该要比剧中对张雪莹还要好吧 小编祝福秦俊杰杨子永远幸福哦 该文由韩寒说影视原创 如需转载请注明 韩寒说影视原创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 小编 respond 即便